说到庄园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 英居里常出现的那种大贵族 所居住的欧式庄园 而在中国安徽马鞍山 也有这样一个庄园 隐于幽幽青山之中 植被丰富 苗语花香 格局错落之间 显示出设计者的用心 在不同的时间 从不同的角度 这座庄园都能散发出不同的魅力 让人深信 十二之身中世纪的欧洲 十二又像穿越回了 古典中国的一镜中 这座中国最美庄园背后的男人 是68岁的摄影师张泰沛 16年前 他一眼就看上了这片废弃的林场 在别人看来费时费力的改造工作 在他眼里不过是顺其自然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来到了距离马鞍山城区 20多公里的一个准备外租的废弃林场花房 十年金灯细作造就了今天的三棵树庄园 从此误入藕花深处 沉醉不知归路 庄园本来就处于一个小山的缓坡上 张泰沛店以此为基础 将庄园的乐局分为五个区域 第一区为进口涌道 第二区是主活动区和玫瑰园 第三区是吉里区 第四区是三棵古树 第五区是竹林和泳池 既然是欧式风格 自然少不要欧式建筑 两层的红顶小羊藕拔地而起 到了秋冬季节 晚上花房的门会关上 白天则会再打开 让花香蔓延开来 夜晚的三棵树庄园 更是散发着别样的风情 像是沉睡的精灵 在月光的映照下更显娇媚 不夸张地说 园子里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石都是老张心血凝聚的结晶 2010年三棵树庄园 在中国第二届私家花园比赛中 获得唯一金奖 从此以后三棵树庄园 被映为中国最美私家花园 营气也渐渐传开了